就是這個公式 我們目前教兩個算末的方法 還有第三個 第三個要以後才會教 現在教兩個 第一個是用多少個來算 就是個數除以6乘以10的二三方 這個頸號代表number 代表是數目 多少個 什麼東西多少個 就是你要算的東西多少個 你要算硫酸 就是硫酸多少個 你要算是氧原子 就是氧原子多少個 你要算是水分子 就是水分子多少個 多少個 除以6乘以10的二三方就是末 或者是質量 除以原子量或分子量 因為一末的質量 就是它的原子量或者是分子量 那麼這個質量要用功課做單位 質量要用功課做單位 所以我寫個克 除以原子量或分子量 這就是我們現在跟你介紹 兩個算末的方法 第一個 多少個 除以6乘以10的二三三四方 第二個 質量 以功課做單位 除以原子量或分子量 就是兩個公式 其實你要備好 未來 我們就是用這兩個方法來算末 大部分會用第二個 質量除以原子量或分子量 所以剛才告訴你說 你要知道怎麼算分子量 你要知道怎麼算分子量 OK 這就是公式的部分 末就是一個技術的單位 所以就像我們把12個叫一打一樣 所以他們的計算的想法是一樣的 12個叫一打 一打12個 一末6乘以10的二三四方個 所以兩打幾個 24個怎麼做 12乘二嘛 所以兩末有幾個 1.2乘以10 24次方嘛 就是6乘以12三三乘二嘛 所以計算想法是完全一樣 想法是一樣的 一末有12個 一末有對不起 一打12個 兩打就乘二 一末有6乘以13 兩末有就乘二 這樣子 想法是一樣的 倒過來也一樣啊 一打12個 一末有6乘以13三 那請問你 36個幾打 會吧 幾打 三打 怎麼算 36除以12 那所以這麼多個幾末 就是除嘛 就是我們剛才這個公式嘛 剛才不是有一個 個數除以6乘以12三次方嗎 所以多少個嘛 1.8乘以12次方的 除以6乘以12張 三末嘛 這就是所謂的 個數跟末的關係嘛 OK 算技術的單位 那剛才講過我們不是用數的啊 我們是用秤的嘛 因為跟質量扯上關係嘛 所以呢 一末的質量就是原質量或分質量嘛 所以 一瓶水250克 一末二氧化碳44克 因為二氧化碳分質量44 好 一瓶水250克 兩瓶水呢 500嘛 一瓶250就乘2嘛 那一末44克兩末呢 就乘2嘛 88嘛 兩末乘2嘛 所以給末就可以求質量嘛 如果你知道原質量分質量的話 給末就可以求質量嘛 對不對 那倒過來也對啊 給質量就可以求末了嘛 給質量就可以求末了嘛 譬如說 一百克有幾瓶水 一瓶250嘛 對不起一千克不是一百 一千克一千克多少 一千除以 兩百五嘛 四瓶嘛 那這麼多個就幾末 一樣嘛 一樣啊 就是我們這邊的公司啊 質量除以原質量或分質量嘛 質量除以原質量或分質量嘛 那就可以算出我們的末嘛 所以176公克他的幾末 除以44 就會知道幾末 是末 這個想法 計算的想法是完全相通的 完全一樣的 觀念是完全一樣的 很簡單很容易的 OK 那還有一件事 啊 就是公司小瓢蟲嘛 那我們跟各位講過啦 就圖掉就好啦 有沒有 想要算個數 想要算個數 想要算末爾 就是個數除以 六乘以十二三次方 那如果你想要算個數呢 那就是末爾去乘六乘以十二三次方 那想要算末爾呢 就是質量除以原質量或分質量 那想要算質量呢 就是末爾乘以原質量或分質量嘛 就是我們前面就教過的事啊 對不對 小瓢蟲幫助你知道怎麼算嘛 那如果數學好了 就不要管什麼小瓢蟲就知道了 OK 那看起來還有一件事 就這個事啊 就是 有的時候是要由質量求幾個 或者是由幾個去求質量 我們沒有公式 直接把個數跟質量扯在一起 所以中間需要一個有一個橋樑 叫做末爾 個數除以六乘以二三次方 是這麼多末爾 用質量除原質那份量 也是這麼多末爾 這兩個末爾是一樣的 所以就寫一個等式 左邊等於 右邊 左邊是用多少個算出來的末爾 右邊是用多少功課算出來的末爾 這兩個要怎麼樣 一樣 這樣就可以由多少個去求質量 可以由質量去求多少個 所以當我要問你 六乘以十的二三次方的 氫氣有多少質量 或者是問你 四十九公克的硫酸有多少個分子 你就要用末爾 當作他友誼的橋樑 把兩個連在一起 這就是我們計算的想法 所以以上就跟各位介紹 有關於末爾的基本概念 以及公式 希望你把它的公式備好 記清楚 OK